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国家担救排毒协会 我用一句创建人的一句话 就是说用担救是希望在一个人的内心里面建立一个和平的空间 让人有一个机会去经验他内在的力量 其实用担救来排毒治疗戒毒的过程 有一个很有趣的历史 其实他是从纽约的宁肯医院去发展的 在这个之前在香港其实有一位医生 温医生他研究刺激在耳朵上面的肺月 来治疗手术后的疼痛 后来他意外的发现到 刺激这个肺月能够帮助一些戒除鸦片上瘾的人 他戒瘾的时候的痛苦的 很多客户都报告他们身体不适都减少了 能够比较放松 而且能够成功完成戒毒的过程 慢慢用针灸戒毒的方法 从戒除鸦片慢慢扩展到酒精 可开因或者海勒因等等的土品上面 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这五个月点是神门 交梗 圣月 干月 肺月 其实针灸戒毒有它的特点 第一就是一个非语言的治疗 客人可以介绍帮助 但是也不用担心暴露自己真实的情况 特别是一些客人他们在否认自己有问题 或者是撒谎 都没关系 他们一样可以来接受治疗的 而且这个治疗方式是用于不同的改变阶段的 有些人在否认阶段 有些人已经成功戒毒了 是在维持阶段都可以 这个治疗方式病发症少 副作用少 而且不用很高的发挥 廉价 灵活 简单 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治疗戒毒的方法 请记住 成瘾是一个个人及家庭的一个状态 要提出勇气 尽快去寻求专业的帮助